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外外交礼仪之争 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首先讲了第一个问题 这第一个问题主要讲什么呢 主要是讲蜻蜓的这种外交礼仪 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前面我反过讲 蜻蜓提出来的很多外交礼仪要求 不符合中外国家之间的平等的原则 不符合西方的外交礼仪惯例 必须要改变 没有问题 但是什么呢 它不是刻意对外国的侮辱 它是跟中国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 有着直接关系的 那么下面我要讲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题目叫做 外国方面背逆的礼仪要求 外国方面背逆的礼仪 外交礼仪要求 这个题目我要讲一个什么中心思想 我要讲清楚 就是说外国方面提出来的一些礼仪要求 有一些是违反他自己国家这种政治伦理观念 或者他的一些外交惯例的 是刻意对中国的一种侮辱 我是要讲清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呀 我是以这个1900年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 亲政府派遣纯亲王载风 出使德国这个事情当中 发生的这种中德之间的这种礼仪之争 以这个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的 那么下面我对这个问题呢 我谈谈我一些看法 那么这个义和团运动当中 这个外国的军队不断的开到北京来 准备直接镇压义和团 那么这样的这个中外之间的矛盾 就变得非常的尖锐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德国驻华公使 那么叫做克林德 那么这个克林德呢 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 那么从清军发生了冲突 结果克林德被枪杀了 那么在这个中外 中外这个议和过程当中 这个列强就要求清政府 必须在克林德被杀这个地方 要为他树立一个碑 或者牌坊 要记录这个事情 那么要求清政府 在这个碑或者牌坊上 是吧 要用阿拉伯文 不是阿拉伯 这个拉丁文 德文 还有汉文 要书写一个什么呢 书写大清国大皇帝 惋惜凶士之旨 要有一个文字上的一个记载 记载中国的政府 或者清军 怎么样掐杀了 德国的驻华公使 清政府怎么样对这个事情 表示惋惜贬事 表示道歉 那么同时 这个 中外这个新手条约当中还规定 那么清政府要派纯秦王宰封 作为一个头等的专使 要去德国 赴大德国大皇帝前 代表大清国大皇帝 继国家惋惜之意 就说清政府要派宰封 代表清政府去德国 向德国救克林德 被杀这个事情 表示道歉 那么克林德 作为一个驻华公使 被杀 如果说我们仅仅 从他作为一个外交公使 在中国被杀了 从国际外交官吏上讲 中国政府 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就是仅仅从这个方面来讲 那么这个时候 作为德国的皇帝 德国的政府 或者德国人民 对这个事情表示愤慨 是吧 那么 甚至是愤怒 那么这个我们都是可以理解 那么现在我讲什么呢 这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 中外之间已经开始了 中外义和 那么中国呢 准备接受外国提出来的一些条件 是吧 那么中外在义和的时候 中外之间呢 作为一种政治家 要有一种政治家的一种气度 是吧 这个时候 中外之间的政治家 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是怎么样善后的问题 是吧 是以后怎么样 使两个国家 能够归于一种正常 那么特别是 秦政府表示 是吧 我们要对克林德被杀 这事情表示歉意 而且准备要给他立碑 要给他制祭 对他进行祭奠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德国方面应该表现出 一定的克制 那么但是德国的皇帝 威廉二世 在这个问题上 表现出了 极其狭隘的 一种民族附手心理 那么在这个中德交涉的过程当中 表现得非常的无理 这个无理是没有道理的 和失礼 是礼节 是外交失礼的 为什么我说德国的皇帝 在中德这个交涉过程当中 是非常的无理和失礼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么秦政府呢 最初是准备啊 按照中国的礼仪 以电缀为深血之良法 电缀是按照中国这种礼仪的办法 是吧 给他进行这个祭奠 摆上什么那种贡品啊 烧上香啊 是吧 那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 那个开个什么追悼会啊 类似于这么一种形式 来为这个克林德 来进行这个深血 那么德国皇帝讲 说我们是信耶稣的 说你们采取这个办法 我表示不满意 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因为什么呢 中国和德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 这个宗教信仰不一样 是吧 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那么后来清政府说 好 这种办法不行 那么我们满足你德国的要求 在克林德被杀的地方 我们要为他树立纪念碑 那说清政府已经准备 答应德国方面提出来的一些外交要求 那么但是德国皇帝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仍然是非常满横的宣称 说什么呢 那么这个德国皇帝对中国驻德的这个公使 旅海还讲 说什么呢 说中国的这中国人 是吧 是灵涅了德国的和其他国家的人民 说西方列强 不不仅为贵国大皇帝试问 而贵国执政大臣 并各省大小臣工 所犯之罪 原应论死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个德国 包括西方的列强 是吧 对于你们国家的皇帝 你们国家所有的政府官员 大小官员 是吧 按道理讲 都应该给你们论死 那么而且还讲 说中国人残害了西方的这个官民 使得呢 使得教化各国 不胜惊害 使我们西方这些文明的进步的人 进步的国家 对于这个事情都表现非常的震惊 那么这是德国皇帝的一个说 那么我想 那么在中外已经开始议和的时候 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元首 是吧 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 政府的官员 大小官员 是吧 甚至包括这个国家的最高的统治者 光绪皇帝 是吧 这样口气这么蛮横 气势汹汹 是吧 可以说声讨问罪 那么这种情况 在中外外交史当中 应该说 这才是很少见的 这才是令人震惊的 这很明显 它不是在办理两国之间的外交 那么很明显是帝国主义 那种强权政治的一种反应 那么后来清政府 预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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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德国去道歉 那么这个宰封 在去德国之前 曾经呢 由这个清政府驻德公使 吕海桓 向德国的这个政府 做了一个讯问 那么就问 说宰封 纯亲王 作为光绪皇帝的弟弟 来德国 是吧 来这个 进行赔礼道歉 德国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 有些什么样的礼仪 礼仪要求 做了一些这个讯问 那么德国方面呢 没有提出任何一种礼仪上的 一种什么要求 那么但是宰封 在他这个预计 要见德国皇帝的前八天 前六天 那么就是在八月二十一号 那么这个中国方面呢 就突然 得到了德国方面的 这个外交部 礼宾官员的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是这样讲 说德国皇帝 将坐在椅子上 接受中国专使 就是宰封的这种禁建 接受宰封的这个国书 而且宰封 要向他行 三居宫礼 这是一点 就是德国皇帝 坐受中国专使 成绩国书 中国专使 要行三居宫礼 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一点 就是其他的 宰封的这些 参赞 随同人员 是吧 那么必须呢 照中国臣相 进军礼 叩首 就是什么 宰封可以行三居宫礼 但是其他的 使团随缘 必须按照中国的这个臣子 建中国皇帝那样 去行跪拜 那么这个 外交礼仪要求提出来之后 那么 吕海桓就感到这事情非常严重 吕海桓 一方面赶快打电报给清政府 要求清政府的义和大臣 义荒啊 李鸿章啊 在北京 从德国驻华公使 这个 那么进行这个 当时的那个公使叫做木墨 从这个德国公使呢 那么进行这个交涉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以西方的这种外交惯例 外交通力 是吧 同德国的政府 同德国外交部 那么进行交涉 就是 宰封在觐见德国皇帝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 麻烦 外交麻烦 就是德国皇帝 要求 宰封向他行三驹公礼 他要坐寿国书 而且要求中国的随缘 要向他行叩头礼 那么这个事情 就使我们感到很奇怪 或者很诧异 不可理解 为什么我们感到很奇怪 那么我们只要对中国近代史 有所了解的人 我们都知道 就是西方国家的 使节到了中国之后 一直对清政府 要求他们的使节 向清朝皇帝 行跪拜礼 对这个事情 他一直非常不满 是吧 一直要求呢 改变这种状况 是吧 经过了长时间的 中外这种礼仪上的交涉 我们前面讲过了 在1873年 是吧 外国方面取得了 外交礼仪上的一个胜利 就是西方国家的使臣 以鞠躬礼 进见了同志皇帝 日本的这个使臣 以坐一礼 进见了同志皇帝 是吧 就是他们 经过他们那些外交努力 改变了 以跪拜礼 进见清朝皇帝的 这么一种礼仪传统 是吧 那么既然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 当中国的这个专使 到达德国之后 那么德国的皇帝 突然令生枝节 节外生枝 是吧 反而要求中国的使臣 必须要向他行跪拜礼 人们都不可以理解 就是你在这个 外交礼仪问题上 你的价值观念 到底是什么 你的外交礼仪观念 到底是什么 那么德国方面 为什么会提出 一些无理要求 德国方面 他的理由是这样 他说首先一点 说此次中国遣亲王等 细为赔礼而来 说你这次载风来 干嘛来了 主要就是为了赔礼 赔礼道歉 是吧 说既然这样 那么就应该呢 应照中国礼赔罪 既然你是代表中国政府 来这儿赔罪的 那你就要按照 中国这个礼节来赔罪 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他说中国与德国系平行 中国和德国平行的 都是平等的 那么所以见德皇 亦须行华礼 中德之间是平等的 所以说中国官员 在去见德国皇帝的时候 也必须呢 对德国皇帝 行中国的这种礼节 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那意思就是说 中国的这些使臣 在见德国的皇帝的时候 只有像见中国的皇帝一样 去行跪拜礼才能够表现出 中德之间是平等的国家 这是他的一种理由 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一下 那么这种理由 纯粹是强词夺理 或者说是毫无道理 根本没有道理 为什么他没有道理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 如果说我们按照德国 威廉二世这种说法 按照这种逻辑 那么既然 这个中德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国家 是吧 那么中国的大臣 在中国觐见光绪皇帝的时候 是行三贵解剖大礼 既然是平等的 那么德国驻华公使 你在觐见光绪皇帝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行三贵解剖大礼 那么按照德国的逻辑 就应该是这样 但是德国在这个问题上 他肯定不会答应 他在这个公使 纪念光绪皇帝的时候 也行三贵解剖大礼 那么他提出这些要求 很明显是属于极端无理的 那么讲到这些地方 那么人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联想 联想什么呢 说以前清政府也要求外国公使 向他行三贵解剖之礼 那么这次呢 德国皇帝要求中国的这些 其他的随缘向他行跪拜礼 那么这二者之间是很相似的 我说没有什么可比性 不相似 这是两回事情 虽然都是说要求外国的使人 行跪拜礼 但是它是不一样 两回事情 为什么是两回事情 我的理由是这么两个 那么首先一个 清政府并没有因为这种外交礼仪的要求 是吧 向外国方面 或者向外国使臣 进行武力的这种强迫 是吧 我没有用武力强迫 你必须要向我行三贵解剖 没有进行这种外交威胁 那么第二 清朝皇帝要求外国共事行三贵解剖之礼 是根据于本国的一种传统的政治制度 根据中国的传统的体制 根源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那么再坚持本国的一种礼仪惯例 他至少不是在改变自己自身制度 改变自己礼仪惯例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这种礼仪要求 那么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德国 德国皇帝这种要求 那么他们的要求和清政府要求外国公使 外国使臣行跪拜礼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者是有很大差别的 为什么呢 那么首先 德国皇帝要求中国的使臣向他行跪拜礼 是在什么呢 情况之下 是在八国联军占领了一个主权国家首都的情况之下提出来的 是中国已经答应向外国派遣谢罪使的情况之下提出来的 因此他再有很大种鼓励强迫的这么多所谓 和清政府那个时候是有所差别的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点 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中国被杀 我们讲从外交惯例 国际惯例上讲 中国政府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但是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去讲 克林德被杀 可以说是最有应得 至少是咎由自去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克林德在华期间 他不但在对华交涉的时候态度非常的蛮横 不仅是这样 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直接下令 命令德国驻华使馆的德国的士兵 直接枪杀伊克团圆 伊克团圆在北京城下练武 他就命令他的德军士兵开枪 打死了很多伊克团圆团圆 那么因此这个克林德 他已经不是仅仅是德国驻华的一个外交公使 他更不是中德友好使者的这么一个代表 那么他在中国期间 对于中国人民是犯有罪行的 就是任何一个国际公法 绝对没有给你这个外交公使 以一个枪杀你所住的国家的人民的这种权利 怎么会有这种权利呢 因此他被杀可以说是罪有应得 这是我所讲的 就是德国皇帝要求中国的这些随传人员行跪拜礼 和清政府要求外国的这些使臣行跪拜礼 它是有所差别的 这是不可比的 没有不可同志而语的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德国皇帝 端坐在椅子上 接受纯亲王宰放